無意義的話 照民進黨黨團所提意見做文字修正 本案決議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制定通過 法國院會以上文字修正 請問院會有無意義 無意義的話 照民進黨黨團所提意見做文字修正 本案決議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制定通過 過去我國的道安政策偏重於執行與處罰 往往忽略基礎工程的重要性 去年8月 行政院通過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 投入400億進行行人交通工程改善 並盤點行人交通安全設施優先改善項目 很高興原本政策性的計畫 在今天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三讀後 可以邁向法治化 本席也在審查過程中提出兩個觀點 第一 人本交通的重要意志就是要讓行人動線延續 既存的騎樓與人行道若沒有能夠與臨接地平面齊平會對行人安全產生重大影響 本席因此提出建議地方政府在進行指定路段重修時騎樓與行人道所有人不得拒絕 第二安全的行人通行環境應由地方政府提出改善計畫並由中央督島地方盡力改善 本席建議回歸地方制度法之設計由中央命令地方限期改善並得針對不作為者直接代行處理 接下來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提出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推動計畫和改善計畫來落實交通工程的改善 而且依法每四年都必須進行計畫檢討 除此之外在這次條例中我們也要求地方政府要針對學校大眾運輸等行人密集的場所要公告指定行人友善區來改善附近的空間規劃 在這一次修法過程裡面我也提案強化考核管理的機制確保工程改善的落實 也要求在推動計畫及改善計畫的擬定過程中必須納入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的參與機制 因為許多年輕的家長障礙者其實都能夠提供非常重要的第一線經驗來協助中央及地方落實和改善 最後針對排出人行空間上像是機車花盆等非固定的障礙物 我們也要求內政部在條例生效後要訂定施行細則要求地方指定專責機關或落實跨局處的權責分工 下了車我們都是行人這是台灣打造行人交通安全的專法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在立法院監督各項交通工程預算經費還有交通教育的落實 提升行人的交通安全讓台灣可以擺脫行人地獄的惡名是我從過去在議員的時候就非常關心的議題 那非常榮幸我提的這個行人交通安全設施的條例可以成為我擔任立委兩個月以來第一個三讀通過的法案 我還記得委員會討論的那一天包括吳琴明招委 蘇巧惠委員 張宏陸委員 王美惠委員 然後洪生漢委員 林月勤委員 還有國民黨的黃建兵委員 我們大家不分黨派的一起坐在那裡一整天逐條一條一條詳細的討論 來共同關心交通安全這個是我們樂見的 那這個三讀通過的版本有個重點就是要先由中央來擬定行人安全的設施的推動計畫 然後地方再根據這個計畫來制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 那可以讓它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這個非常重要 那進一步的可以改善行人的空間不足 還有行人空間不友善的問題 那在這個條例當中呢 地方的主管機關也要針對市區內行人密集的場所 來規劃行人友善區 例如說醫院的周邊 校園的周邊 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場所 那在這些行人友善區也要提供連續 而且無障礙的步行環境 並且進一步管制車輛的使用 當然今天這個條例通過 只是前進一小步 因為在上週我跟蘇巧惠委員 陳冠婷委員 其實也有再次的召開公聽會 有指出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說 線型的道路的規範是缺乏一致性的 然後內容包括圖例 還有一些設計的情境 確實也都不夠清晰 那這些都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 當初其實交通部也有承諾說 這些接下來我們也必須要進一步的做修整 很感謝大家 我們希望未來大家都可以在道路上安全自在的行走 謝謝 謝謝黃捷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 本次會議議程鎖列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 上午的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下午五點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